九五成什么时候到啊 我爷爷快不行了 快救救我爷爷啊 老了不中用了 期限到了 爷爷你别这么说 我长大了 还要给你买大花棉袄穿呢 医生快救救我爷爷 你爷爷正是因为树管中间 有部分营养管受损断掉了 阻碍了他吸收根部的营养 导致上脂肝营养不足出现了症状 那怎么办 你们能救他吗 别着急 我有办法 你要是能救我爷爷 我今天一定借助又大又甜的柚子 报答你 谢谢医生 我感觉好多了 我已经帮你爷爷做了大桥手术 虽然之前的主干受损不能用了 但通过新街的质干 也可以给他的身体输送营养 很快就能像年轻小伙一样健康了 没想到 书也能做心脏大桥手术 真是太神奇了 答应你的报答 你这也太酷了 根本没熟吧 你推我干什么 我要做这地理最亮的苗 你当我的到了 还想起来 门人都没有 你别欺人太深 我就欺负你了 你能把我怎么着 哎呀 终于等到红薯成熟了 但愿今年能有一个好价钱 你作为地理备受瞩目的苗 我觉得红薯肯定又大又甜 味道不错 这颗怎么横着长呢 这横着长大 居然切了这么多红薯 而且味道还更甜 这简直是意外之喜啊 没想到红薯苗横着重 还能增产 又给它到一个知识点 以后啊 我的红薯肌就靠你了 那我怎么办 不应该是这样的啊 怎么把那臭小子推倒之后 反而让它产量更多了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哎 你的靓仔梦碎咯 获笋到底是吃惊 还是吃叶啊 获笋当然是吃叶子啊 叶子又长又绿 吃起来脆香的嘞 哄你个油麦菜 又在这打着我获笋的名号 混淆视听 获笋自古以来都是吃惊的好吗 营养和精华都在进步 精彩是最好吃的地方 吃惊 好了好了 吃惊 你俩别吵了 吃惊 大家都是兄弟 又啥好吵的 谁跟着傻大壮是兄弟 丢人 你说什么 获笋和油麦菜都属于获笋种类 你俩只是同属的不同变种 祖上都是一家人 你们都是我的子孙 获笋分为禁用获笋和夜用获笋 获笋的筋肝粗壮 一般只吃惊 属于禁用获笋 而油麦菜叶片大而多 通常只吃叶子 就属于夜用获笋 另外 生菜其实也是夜用获笋的一种 叶子竖着长大叫油麦菜 叶子横着长大叫生菜 哇 原来咱俩还真是兄弟 还有一个愣知识 切成桥晒干吃的贡菜也是属于禁用获笋 你下手轻点 我好歹也是这个家里的老电饭包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你怎么能用钢丝球挂电饭包呢 你看这内胆都挂花了 不是只挂花了这么一点吗 没事 只要锅井没破就能继续用 我们有事啊 一般像我这样的统型内胆 使用两年以上就要换掉了 我看你这架势 是想拿我当传家宝啊 电饭包的屠层 是一种叫特弗龙的聚合物 它每天脱落一点 我们岂不是在吃化学物质半饭 特弗龙我知道 温度不超过250不会分解的 安全得很 你就放心吃吧 可是屠层脱落以后 内胆里的铝元素就会跑出来 你们都已经沉浸时吃铝好长时间了 金属元素不容易代谢 长期大量在你们体内续积 这会影响骨骼和神经系统的健康 造成一定的慢性损害 那我们还是换个新建饭包 让你光荣退休吧 兄弟 你不是天天嚷着 要种山药不身体吗 快拿头来给我盖上吧 你咋知道我的秘密 不过我得先给你盖层彩条布 真是多余 没事我要内玩呀干啥呀 不是啊 以前中午你都拼命地往地里钻 我还得拼命把你挖起来 别急有多累了 有了这层布 你就可以横着掌 横着掌也行 摸摸摸唧唧的 该涂吧 这么着急偷胎呢 我还得给你铺玉米结杆 再盖上一层土 然后再铺一层草木灰 你才可以躺进去 这下我终于可以躺平了 这下我就等着收山药咯 菜布条上筑山药 收起来太方便了 来年还这样住 你俩长快点 去看看外面安不安全 你去进去 我才不去了 别啰嗦 就你去 好好好 大哥 我这就出去看看 还好我离大哥远 不然就我去了 大哥 外面可太安全了 阳光也好 你们快出来看看啊 这是大蒜的幼苗蒜苗 拿回去炒菜喽 幸好不是我先出去探路 否则我就没炒菜喽 老老力 现在该你去看看 外面安不安全了 我马上出去 马上出去 大哥 外面很安全 好黑啊 不是个乌鲤鲁 这蒜苗被塑料袋遮住了 不见光也不透气 长成算黄了耶 正好拔回去炒鸡蛋吃 他俩替罪羊都被抓走了 现在外面应该安全了 我出去看看 安全的 没什么问题 长出蒜苗可真费劲 这是大蒜长出来的花金蒜苔呀 真香 拔回去炒肉喽 这大蒜真好 长出来的蒜苗 蒜黄 蒜苔 各个阶段能吃 都好吃 说了多少遍了 我不吃香菜 你怎么还是每道菜都放 这香菜多好吃啊 还是我一早到菜市场去挑的呢 我辛辛苦苦做这一桌子菜也不容易 你这挑食的毛病该改改了 一股肥皂味谁来一吃谁吃 我宁愿一辈子荣华富贵也不会吃的 我还以为你要发什么毒事呢 挺好闻的 要不怎么叫香菜呢 你不会是嗅觉有问题吧 你才嗅觉有问题呢 你们两个都没问题 这爱不爱吃香菜啊 都是老天爷说了算 这还设计到玄学呢 非也非也 真相其实是 在你的十一号染色体上 有一种名叫OR6A2的特殊基因 对香菜里的全类物质很敏感 哦不对 准确来说是反感 而这些全类物质 正是香菜气味的来源 所以啊 你觉得香菜难闻也不奇怪了 哦 那我怎么听说 有的人一开始也不吃香菜 后来又爱吃了呢 好问题 欲知缘由 且听 下回分解 你我这么严实 是在COS明星出街吗 太阳这么大 我只是防晒而已 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精致了 我也不想啊 可是我刚吃完芒果 我只知道有些人吃芒果会过敏 难道还有吃芒果 会怕光的神奇体质 哪会有那种东西啊 我这样是因为芒果 芒果是光明性食物 里面的光明性物质会进入皮肤 如果吃完芒果晒太阳 芒果里的芒果铜酸和纯酸等物质 就会发生不良反应 导致过敏症状 原来你是芒果过敏啊 还好我不过敏 吃个芒果压压经 你先别吃啊 我怎么觉得身上有点痒 我记得芒果过敏也不会传染啊 几乎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会芒果过敏的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你吃完芒果又晒太阳 当然更容易有不良反应咯 看我这茂盛的秀发 简直是果园中最亮的宰呢 自恋什么呢 光掌枝叶不结果有什么用啊 你别胡说 你看这一堆硕大的柚子 这可是我今年的贡献 我是果园的功臣 别想躺在通牢铺上混吃等死 你们柚子树必须在冬季 好好修剪枝叶才行 为什么 我脂盘叶貌不好吗 这显得我健康啊 圆艺剪刀 你们这些树叶 很多都是零空降 只吃营养不干事的 只有裁员把它们剪掉 才能更好调节树体营养 恢复树势 以便来年结出更多果子 玛丽点 我托尼老师可是很忙的 哼 病 虫 枯枝 我剪 你们抱在一起干什么 相互影响 我剪 长这么长 浪费营养 我剪 我变秃了 也变强了 可是我帅气的形象也没了 这样就顺眼多了 来年肯定又是大丰收 让我发现你了 小蟑螂 我要把你狠狠地抓住 说 有同伙没有 为什么抓我 我又没有得罪你 我可是正义的白鹅高脚猪 江湖人称张狼可心 我虽身处黑暗夜里行动 但我心下光明 你只要吃光害虫 咱都是夜里活动 酸瓣个老乡呢 放了我呗 少跟我套近 正邪不两立 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还活着 我身上好热啊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已经中了我的毒 不过毒性不大 一时半会儿你还嘎不了 我毒毒了 我要死了 有蟑螂啊 你别担心 它是我的猎物 已经被我抓住了 有蟑螂和蜘蛛啊 你别叫了 我帮你抓住了蟑螂 还不快谢我 虫子没什么好东西 我可是义虫 听说过白鹅高脚猪吗 你是白鹅高脚猪吗 听说有毒呢 你不会害我吗 放心 我的毒性很小 蟑螂都杀不死 对人类更没有伤害啦 不过蟑螂蜘蛛我都不爱 再不走 小心我拍你 真是好戏没好报啊 回去我就通知我们家族 再也不来你们家 帮你抓蟑螂了 好了 好了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老弟 你就是喊破红楼也没用 估计他要把我们做成洞梨呢 洞梨灯就能成洞梨 这么简单 嗯 洞一会儿 他就会把咱们拿出来了 动了五个小时了 帮硬 把你们拿出来解解洞 哎呀 这解终于动完了 终于结束了 你俩解冻一晚上了 再动一次 啊 慢着慢着 咋又给我们放进来了 大哥 你不是说动一会儿吗 嗯 他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大哥 我终于重现光明 我一定要好好珍惜生活 好好作礼 对 一定要珍惜生命 啊 还来 我不行了 救命 大哥 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点渣男体质 一会儿把我打入冷宫 一会儿又拿冷水给我解冻 对我忽冷忽热的 不是啊 这都来回折腾好几回了 呃 大哥 你咋变得飞不垃圾的 哦 变黑的 像张飞一样啊 哎 容貌毁了没事 有命就行 你们懂啥 要想得到完美动力 不来回解冻可不行 嘿嘿 二斌说切片更浅 能讨女孩欢心 嘿嘿 把你们都切片 啊